婷婷、雅雅和Jasmine 媽媽很開心可以在這裡錄一段說話給你們 其實你也知道我和爸爸很疼愛你們 我希望你們成長後可以成為一個有智慧和有愛心的人 這是我真心說的說話 我經常跟你說肥不重要、矮也不重要、噁心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有智慧 智慧不僅是學術上懂得寫幾個字 或是說很多國家的語言 不是那麼硬的東西 而是面對人生的時候 有很多面對你低谷的時候 你懂得如何處理自己周邊的所有事 如何去處理 如何令自己可以很開心 令周邊的人都很開心 這些才是真正的智慧 最重要是你有能力的時候 一定要拿出你的能力 去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這是我很衷心的希望